它的一个变身过程呢 并不算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变身过程 而严格说起来呢 变成机器人座的一个体态跟一个形态呢 也不算难看 也有它一个架式的存在 但是如同我先前所提到的 它的材质的设计呢 应该说各方面呢 则是这前 这整个alternate sheet里面 最 弱不经风最脆弱的一个 在我上一次的这个第一段的影片里面呢 有人跟我留言到说 很多人在大陆呢 拿到它把它不小心把它给玩坏掉了 我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部位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脆弱的 OK 但它这个门板这个地方呢 在旁边这个地方完完全全的表露了出来 这让我想到了当初的 MASTERPIECE SKYWARP 不对应该是MASTERPIECE 因为呢 它们两个机械呢 在腿这个后方的地方呢 都有一个凸起来的一个零件 在这个alternate系列则是车门板 而在MASTERPIECE呢 则是飞机尾端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倒是让我 估计联想到这个MASTERPIECE的STERPIECE 而 有些人呢也提到过说 它的背部的这个翅膀呢 就以后面来看的话呢 非常的恶心 这一点呢 我绝对赞同 所以呢 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怎么说呢 那先把这个翅膀呢 尾端的小翅膀 再次的把它先收回去 好的 把车头这个部位呢 把车头盖部位往前拉 卡一下 OK 把这个整个车子的这个 门板呢 弯到上面去之后呢 弯下来 为什么弯到上面去呢 因为你才有空间去动 OK 弯下来这种呢 你说后面看起来的时候呢 则是呈这一个形态 一旦弯到前面来的话呢 它就没有 那个翅膀在那边 而有个车头 隐形盖子的这个板面呢 在机械的上方 所以这样看起来呢 不外的也是一个另一种造型 如果你不喜欢它整个这个 翅膀打横着 这个呢 则是一个 你可以去考虑的一个方式了 OK 而它的活动关节呢 基本上也不算差 OK 我们这边没有扣好 整个手臂的地方呢 是顽形的关节 所以它可以转360度 以及往上往下 它是双 双关节吧 它这边另外可以动 所以呢 黑色的部位不动的话 白色的地方还是可以去转动 手腕可以弯起来 而整个手 手拳头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小顽形的地方可以动 它整个头呢 有一个所谓的light piping 而这个 哈哈 所以它能够透光 眼睛是能够透光的 OK 在这个腰部呢 则是完完全全没有活动空间 而这腰部旁边呢 有个驾驶方向盘在这边 非常的可爱 有点像那个早期这个 人家挂在腰上的这个 呃 Pager BB扣 扣鸡 那种感觉了 OK 呃 大腿的部位呢 应该说双脚的部位的活动关节呢 就不用去考虑了 它是有很紧的这个 ratchet的这个 螺丝 呃 这个呃 齿轮在大腿处 而在膝盖的地方呢 也是可以转弯的 而在脚的地方呢 也是整个球形的关节 所以人旧的 它能够让你摆出一些 你想要摆出的一些 呃 漂亮的一些战斗姿势都可以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来做一下 它的比较高度 气水罐这么高 所以呢 它的高度是高的气水罐 大概 呃 这么多左右吧 OK 而是呢 人旧的 老骁的介绍手法呢 一样的要请出 其他前三款的 alternity系列呢 来呃 分别的去比较一下 说它们并排之后的一个 呃 大小的比较吧 首先 再来 哈Q 以及 啊顺此一提啊 在我介绍AO3 Bumblebee的时候呢 它底下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而且非常重要的步骤呢 我在当初在录制的时候呢 并没有发现 而后来呢 导致了有一些人呢 因为呃 按照我的变身过程呢 而 稍微的把他们玩具损坏损伤了一些 这一点呢 在这边呢老是要跟你们道歉一下 因为我感觉到非常过意不去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AO3 Bumblebee这个时候呢 我在当初在介绍的时候 我就说下面这个 在当初介绍的时候呢 说车头只要把它给拉出来就好 其实这是错误的 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 正确的做法呢 是在车底下这个地方呢 这一片呢 只要把它给弯下来之后呢 卡上去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车头会这样子 会弹出来 所以呢 这个步骤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步骤在里面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们这个还没有去玩坏掉你们的这个Bumblebee的话呢 或者是这个AO3的系列的话呢 这一点千千万万要记得 接下来 好的 就以这四款这个Alternative系列来说呢 若是以精准度 或者是细节度 或者是变身过程呢 我只能很可惜的在这边说一句了 Starscreen呢 仍旧的是这四款里面 呃 最不上道的一个把它这么说好了 但是你不要误会错译 Starscreen的这个AO4的这个Alternative 仍然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玩具 只是 在当初玩具设计时候的这个材质上面的选用呢 出了错误 而导致它成为一个稍微的不耐玩的一个玩具 所以整个四个不同的Alternative 摆在一起的话呢 它 它们仍然的有着它们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架势 曾经有问我说这四款里面 首选会是谁 那绝对的是 Convoy 是首选 接下来呢 则是Megatron以及Bumblebee 而Starscreen呢 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 如果你有多余的钱的话呢 再去拥有的一个玩具啦 而像我在上一集的影片曾经提到过说 它的车子的天线呢 的位置呢 则是在大腿内侧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地方出现 但是呢 它绝对不会去影响到机器人任何角度的摆设的一个位置 啊 啊 在变色的时候呢 有个东西倒是稍微忘记提了一下 它的后车 车尾的时候 那个地方呢 有一个车牌的部位呢 这一片呢 倒是认为说 设计上面比较可怜一点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整个车子尾端的时候呢 它就是呈现一个车牌的部位 但是它非常非常 而且他妈的真的是非常的松 OK 所以呢 稍微扣一下而已 所以在变成机器人的时候 我好像当初在变成的 我忘记讲吧 你要把它给弯到底盘来 成为它脚板的一个部位 OK 但是呢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松 所以呢 如果说你知道这个东西会掉的话呢 尽可能的 小心的 不要让它去掉 脱落掉 不然的话呢 到时候变回车子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一个无牌驾驶的一个 一部车子了 而整体的这个 机器人的一个特别地方呢 则是它在车子所出现的那个 小翅膀 这个时候呢 顿磁尖成了它 膝盖前面这个 算是有创意的一个造型吧 OK 我倒是认为说这个呢 则是非常非常酷劲的一个造型 OK 所以整体而言呢 Starscreen Alternativist 这个AO for Starscreen呢 是一个 如果你懂得欣赏它的话呢 你会去喜欢它的一个机器人 我认为我自己是喜欢它 但是呢 并不到满分的地步 如同这个convoy 或是其他前两款一样 但是呢 它仍旧的不失为一个 不错的一个玩具 只是材质方面呢 像我一度的提过 与这个普通的Deluxe Class 这个材质 非常非常的雷同 导致的 你会让它感觉 在手里拿起来的时候呢 有点便宜货的这个感觉了 这个就是Transformer Alternativist 804 Starscreen 顺此一提啊 请大家不要再问我 什么时候会介绍 Revenge of the Fallen Lither Class Starscreen 因为呢 今天是 6月16号 礼拜三 是的 2020年 美国的市场呢 还没正式上市 这个Starscreen 而它正式上市的时间呢 则是在8月份的时候 7、8月这个时候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再问我 这种烦躁的一个 无聊的 这个一个美品的 一个混蛋的 一个一个 他妈的一个问题 因为啊 这类的问题呢 我一律不会做回答 谢谢大家的合作啦